台韓聯手打造的全新男團選手 即將在9月28號開播 快來看看42位男孩們 搶先曝光的練習師畫面吧 其中成員李正浩 正是張俊寧公司旗下子弟兵 他在受訪時透露訓練時 一度因為壓力大向老闆求救 收到了千字鼓勵文 讓他相當感動 我有一次在拍攝之前 我其實內心很緊張 因為就是這樣的經驗非常的少 所以就很緊張的時候 明天表演怎麼辦怎麼辦 我會不會做得很差 會不會大家說你根本 不夠享受舞台 根本不是在表演 然後我就拿起了手機 傳了幾個求救的訊息 給俊寧姐姐 結果我才傳訊息 真的隔不到五分鐘 就收到了他的回覆訊息 而且還不只一則 是 打打打打打打打 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 對我來說 真的就像很親近的 一個姊姊這樣的角色 在鼓勵我 然後也是打了 將近千字的 很多來回這樣子的 文章給我 所以我真的 那時候聽到的是 給我很大的鼓勵 他其實私底下 跟我們大家都很好 然後他有一個綽號 應該沒關係吧 我們就叫他 張心理師 就是我們公司大家都會 一有工作上有什麼問題 或情緒上哪裡 比較辛苦的地方 他都會願意花時間 跟我們去聊 去講電話 覺得 對我們大家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全面 也是真的很幸福 身為他旗下的 這個 一份子 跟我們一起過 你們